深圳星期六起要求香港跨境货车司机 必须持香港政府发出的健康证明 又或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核酸检测结果才可以入境 业内人士认为措施太过闯绝 担心大批司机未能够取得证明影响运载粮食到香港 目前所有由内地抵港人士必须要强制检疫14日 但货车司机和运送日常生活物品和服务等的人 可以获豁免 广东深圳报关协会最新在微信发公告 星期六零时起 内地加强对香港跨境司机的检疫措施 需要符合12个条件 包括要在特区政府提供的跨境司机名单里 否则要集中隔离14日 也要持有由特区政府提供14日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 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7日内呈阴性的核酸检测结果 入境时要量体温戴口罩 数月康码申报健康状况 入境之后要按申报路线行走 全程戴口罩 尽量即日来回 本港卫生署说不会发出相关的证明 叶介就说措施影响万几个司机希望延后进行 并容许司机在深圳取证明 哪些医院可以有资格去做这个测试 还有就不要集中在某些医院 应该全国港东省给一些定点医院给我们 很多物资都需要在内地运来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所需 如果真的有所阻滞 对香港整个民生也有影响 业界已经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会面 据了解会上主要由业界表达意见 未有解决方法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续旗